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闻到禅修的师父好像就是南传佛教 就是在泰国出家 他在泰国剔度了 是吧 所以今天真是可以聊聊泰国人 而且这个日子4月12号 我想4月12号 我们小时候学中国革命史 412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开始大开杀戒 杀共产党 那412 海外叫清党 清党 清党 但是从此以后 412在泰国也是个日子 叫黑色星期六了 泰国媒体在那儿哀叹 说这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天 也不算是 是18年来最悲惨 18年来 他们悲惨过好几回 18年前的那一次 好像死了四十几个 这次是死了大概是20还是21个 800多人受伤 这个红山君 我开头真没留意 因为整天在那闹 这次一来 听说人都不够数 原计划少剧什么上百万人 最后来的人听说都没那么多 我以为闹到就得了 结果你看闹啊闹啊闹啊 光机闹出血案 结果我原来还以为 阿批十跟马英九一样帅吗 不是 我以为阿批十也是动不了他 结果今天 刚我看手机短新闻 泰国的选举委员会 已经做裁定 阿批十所属的那个党 弄出他们2005年的一个什么政治现金的事 说这党有问题 有猫腻 要解散这个党 但他只有这个建议的权利 接下来就是宪法 还要等法庭 如果宪法法庭也裁定了 据说阿批十 就可能真的要下台 对 有可能了 但是这个通常还会拖一段时间 不过我觉得最有意思的 就是这一回你刚才说 红三军怎么会后来就闹到这么浩大 转了一点 其实就是那天 那个开枪事件前 其实红三军已经熬不住 就越来这个情绪越升温 越来越极端 越来越往暴力化方向发展 那这个事件一开枪之后 事情就扩散了 比如说尤其是他姓的老巢 泰国北部青麦那些地方 就全闹起来了 所以这个事件就分析起来就有点怪 就是说这个开枪到底是怎么开的 说是那个副总理 副总参谋长 对 陆军的副总司令 但是呢 因为这个开枪啊 其实是对政府不利 你现在看起来 那当然了 所以永文就说 这个开枪其实是不是有猫腻 包括现在这个总理就这么讲 阿P10就这么说 阿P10这东西真是罗生门 阿P10说呢 说有恐怖分子在里面借机开枪 然后呢 现在解剖了九具尸体嘛 发现是高叫什么叫 M16嘛 高能部枪子弹 头部胸部重弹 那么今天我看报纸 还看到一个 说泰国军官当时激动了 因为啊 就看来泰国军方对这次这个事情也有点严重性估计不足 就只是让他们说要清场 但是也没有说什么具体什么时间开始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在有的地方呢 这个军官讲 说有人向士兵开枪 对 他打死我士兵了 那么这军官就激动了 发生了这种是不是擦枪走火的这个事情 而且还有一件事 就这回不是有个日本记者殉职吗 哎呦 那个那个记者啊 他拍的那个画面里面 拍到了一个穿黑色衣服的人 拿着枪 我们等一下如果要放的话 可以仔细看有没有这个人啊 咱们先看看 这是一个我们的同行啊 又一位以身殉职的啊 咱们日本同行叫个村野博之啊 这个临死前 他也被打死的嘛 对 临死前拍下来的这个现场录像 A grenade explodes near a group of soldiers who then flee from the scene in Bangkok's worst violence in almost two decades The bodies of the wounded are dragged to safety leaving a bloody trail on the city streets 啊 你看这里显示士兵倒地 当时的这个冲突的景况 你想这个日本摄像记者啊 这就是当时他在掌着鸡啊 在拍这个 那么片刻之后 他自己重担 这就是村野博之 我们再看下边 这个我就想啊 是这个记者 这个记者呀 从日本出发的时候 何从想到这次采访 就一命归息啊 你再看这个现场 咱们看这个图片了 红山军是抬着棺材 有装着尸体的棺材 还有好像是14口空棺材 这个中国古代好像就有这种啊 抬着空棺材上去示威 跑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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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权威机构去示威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画面 真的是出现了一个穿黑色背心的人 拿着枪 最后那一刻 至少我们看到 开始打的是军队在受袭击 对 对不对 被一个像什么手榴弹之类的东西 打了之所以军队 炸了一下后面 往后退 然后军队是在受伤 而且他军队是得到明令 就是不能开始弹的 开始说是橡胶子弹 橡胶子弹 我我我看到的新闻说 军队后来抱怨 因为他们不愿去执行任务 他们除非你授权 我们可以开始弹 否则的话 我们是送死了 因为因为他们拿那个水龙头啊 胡椒粉啊 跟橡胶子弹 打不过对面的这个这个 他们用了很多燃烧弹什么 可是问题就 刚才那个黑衣人啊 拿枪那个 现在这到底是谁 就有人说是恐怖分子 但是有人就说 他用的那个枪 就像你刚才讲 所谓高效能火力 其实是M16 就是美军那种步枪 那现在就泰国军方 也是用那个枪 所以到底这是谁 这是哪里的人 现在就不知道 那么本来大家不相信 这个政府说的话 RPS他说是恐怖分子 大家不相信 但就因为刚才那个片段 大家好像看到就证实了 的确有这么一些 莫名其妙的人 是穿着不是军队的衣服 又有这种军方的枪 反正无论如何 我觉得这件事啊 最怪的是在哪 就你看今天还有个新闻 就是泰军的总参谋长 就是泰国军方的最高指挥官 上电视接受访问 他居然说也觉得他个人认为 这个议会应该早点解散 重新大选 为什么我说这个怪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 军队是国家化的 军队是不能够随便对政治 发表意见的 你什么时候见过欧洲国家的 或者西方民主国家的 那些的军方的最高指挥官 帅说我建议我们赶紧大选 不会这么说话的 泰国军方度不度就政变 就能说这种话 这是很怪的一个事 而且你说泰国这个国家 我没有去过 我一直想去 香港人特别去泰国 泰国没去过 你看你们去 这真是 是你对他们的骚乱 负有一定责任 你多去去玩玩 他的情况不一样 我等他们和谐社会建成之后 我再去 让美国党帮忙 不是 我觉得这个国家很奇怪 但是你看 我发现有个国王还是不一样 我这个外行 我没去过的人 一出去个事 我闹得不可开交 什么内阁 议会 什么民众 对吧 你看 我都会想到 我说他们国王呢 普密鹏呢 其实确实是 泰国的国王普密鹏 他是现在世界上 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 大概是有六十多年 六十多年了 有八十几了 这老国王 你知道吗 一生之中 登基六十多年 经历过得有二十回政变 算是二十一个总理 换了四十八个内阁 七十多年来 这个国家换了十七部宪法 以至于有人说 这个国家有点 叫宪政虚无主义 就是宪政实用主义 而但是另一个很矛盾啊 这是文道 咱知道刚才还剃头呢 泰国是黄袍佛国呀 对 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信佛 他们去的人 就是去游客 说你见到泰国人呢 那双手合十 那表示尊重他的这个信仰 他对你非常友好 他们打招呼的方法 对 非常友好 就是说 说有的泰国老百姓 他要不看报纸 不看电视 其实就是说 他基层社会 是挺平和的 他都不知道 出了这么大的这个事情 所以就是 国家训练是大象 服务业服务是最好的 他的旅游业服务是最好的 是吧 但是有一个值得 当时我们去玩的时候 就是一个 他看上去很和平 但泰拳从来是很厉害的 泰拳从来是很厉害的 那个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就是君主立宪制 在欧洲跟亚洲的情况 是不一样的 在欧洲的君主立宪制 英国 丹麦 瑞典 那个皇权就真的是象征 就是他皇权 比方说英国 假如出现什么政治危机的话 他的女王 并不会起到这么大的 决定性的作用 瑞典一样 丹麦一样 可是学习欧洲君主立宪的 中国不是也说 要最好当初不应该革命 不应该走法国模式 应该走英国模式 可是我们看亚洲 一个日本 一个泰国 对不对 还有你再去想 其他的小国家 国王的力量 从来都是巨大的 从来都是不退出的 第二 除了国王的力量 也巨大以外 军队的力量是巨大的 而且呢 军队不 根本不在那个 内阁限制的改变之下 所以我觉得这回 泰国很有意思 就是说 亚洲国家里面 当然日本曾经 就天皇的力量很大 现在被减弱很多了 直到战后 美国占领 被人家占领了 被美国占领搞成这样 那人泰王捕蜜 架不住啊 人民支持六千万国民 无比尊崇 日皇那时也是人民支持 而且人泰王捕蜜有才啊 你知道吗 作曲呢 还音乐博士呢 这家伙 写爵士乐呢 写爵士乐 泰王捕蜜你知道吗 出秀在美国 是瑞士啊 什么英国 什么法国 洛杉矶学院 当年捕蜜鹏知道吗 李立山的干活 就滑浪风帆了 得金牌 冠军 这是泰王捕蜜鹏啊 而且捕蜜鹏呢 前几年还成为泰国畅销书作家 为什么 他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 是个给儿童看的画册 自己画画 自己写儿童故事 写什么呢 就说他皇宫门口 有天看到有个赖皮狗 流浪的赖皮狗 人家说要赶走他 泰王说 哎不 把他留下来 养了 自己养了 当自己宠物狗 养着养着养好了 后来他就根据这个狗的故事 自己画自己写 在泰国成为第一畅销书 你看这个这个好书 好书八分钟就就就推荐了 就就推荐了 这个一个小时 我听说售出十万册 泰王 立王直全吧 请这样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问到讲讲泰王过生日 泰王啊 因为在泰国受到那个尊重啊 是我觉得就是普密捧而已 他如果驾崩了有一天 这样完全不是这样 就完全不是这样 因为他真的是打从心底 得到大家对他热爱 他跟他太太啊 就他的皇后 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你看他到了过生日 在泰国旅游啊 你挑他过生日的时候去 那是很壮观的 就万人空巷 全国人民穿黄色衣服 黄室的象征嘛 然后穿黄色的衣服 全部挤到这个超帕野河 超帕野河就是曼谷那条大河嘛 流过那条河 两岸都是人满满的 锣鼓涉喧天很热闹 你知道有一回泰王有点咽了 这个穿黄色 穿了个粉色 画家伙全国都穿 全国都穿粉色的 粉色都卖光了 就你 他们说我没去过 他泰国大街小巷 都是泰王的那个花巷 甚至在自己家里 也是 对 在自己家里摆着花 这么供 供 然后呢 到了晚上 下午的时候 这个有一个皇家船队 是一种大龙船 一整条船就浩浩荡荡 沿着河 那么下来 泰王坐在上头 然后两岸的人 然后再到晚一点的时候呢 那是最漂亮的时候 整个城市忽然静了下来 人几千几百万人都在 那他进了 进了干嘛呢 在水上开始放灯 整条河铺满了那个纸灯 一直下去 天上点孔明灯 就整天孔明灯往上飘 河上就是水灯 完全是沉浸下来 只有皇宫跟这个大佛 是那个金顶 那个光那么照着 而且啊 这么英明君主在上 他看到下面 这样红三军占领市中心 包围四面佛 军队又无可奈何 他他为什么不出手 我跟你讲 泰王起的作用很微妙 那就是这个什么啊 这个这个 不到最后不出手 你知道 我查了点历史资料啊 1973年的时候 政府军队要求泰王 因为泰王名义上是国家武装部队 总司令吧等于是 他们的军队是国王的 能不能像学生 就是闹事的 这个示威的开枪 当时这个泰王啊 毅然打开皇宫大门啊 保护学生 放放放放学生进来 然后大概到一九九几年 你记得吗 一九九几年 就是一个军方将军 叫个肃金达 泰王这名 这是肃金达 肃金达竞选 那个首相总理啊 没选上 玄机就自封为总理嘛 这个他利用军队实力 然后爆发反政府的游行 到最后也是不可开交嘛 这个时候泰王就叫普密鹏 当面训斥这俩 而且要求电视直播 在皇宫 所以跪着 全世界电视 全国人民就看到 在电视上 两个人对头啊 跪在太王面前 他们的跪法还很特别的 泰式的跪法 其实南传佛教 我们顶礼的 所以这种跪 他的腿啊 不像我们中国人 或日本人那种 是正面那么跪 他必须整个人 匍匐的弯下来 整个人贴着地那种来跪 对 然后就普密鹏 就在那语重心诚的 数了这俩 这俩就 后悔不已 你知道吗 就是说 直接他们就说是 军方势力 也就从那一个时刻起 好像说是 暂时退出 立了政治舞台 但是现在看来 退了还来啊 不是 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啊 就泰王啊 你不管他这个人 他再英明 再怎么样也好 做了再做好事也好 他是个王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王下头还有什么人 还有可能亲王 哥哥弟弟妹妹 一家子人 这一家子人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意 自己的打算 一大堆事 然后这帮人呢 你想想看 国王权力大了 国王身边有亲戚 有熟人 你旁边的人想怎么样呢 军队的也好 政府也好 做买卖 就想巴结这皇室 想接近国王嘛 所以现在泰国有个很大的问题 国王再英明没用 他是一家子人 他是一大堆的 他这个利益集团 这边就形成个利益集团 这个就所谓泰国的保皇党 那这样的一个利益集团呢 他就很容易跟泰国的最上层的 有钱的 有权的人结合在一起 那这批人呢 就对很多老百姓来讲不公平 而他姓 当年人起来 就是因为他姓 就是针对的是这批人 要笼络的是大部分的草根 草根 所以现在呢 泰王呢 就变成了 就是他好像也必须 他也有个立场 他也有偏颇 因为他有一家子 所以你搞君主 立宪 从来针对的 不只是怎么限制国王的权利 还有皇室 哎呦 感觉上就是RP10 就是他姓的那个反面呢 是比较精英的 对啊 比较城市 比较资本主义 中产阶级 但是中产阶级 就是比较按规则办事 那个他姓支持 支持他姓的那一派呢 是比较农村 但是他姓自己是很腐败 对不对 他姓自己 就是说一个弱势的农民集团 拥戴的是一个 我比较腐败的土匪的头头 跟城里的白领的 这种实际上的压迫 实际上在经济上 凌驾于大众之上的 这么两种集团 而且你说 他代表这个草根集团 他姓本人可是个亿万俱富啊 我这多人 我那天看电视啊 我差点没背过气去 说是泰国那个法庭啊 没收他姓 只是他一部分财产嘛 14亿美元 我想我要是在外国 没收了我14亿美元 我跳楼的心都有 我在香港的那个连卡夫碰到他 距离就像我跟文道这么近 再看一个瓷器 我没有很 我看旁边这个人怎么连 那个时候还没下台 还没下台啊 不是这个人脸怎么这么熟啊 我就连看了几小想 诶 这不是泰国的这个这个首相吗 但是当我这么想的时候 我突然才发现 旁边有几个人 已经紧紧的盯着我了 哦 有有有变异 你知道吗 他们是吧 他们就盯着我 我吓得我感觉也不敢看他了 旁边有几个人 已经在盯着我了 他他买东西啊 他就到 就到百货公司 后来还有一次 在深圳那个楼盘 我帮他们不宣传了 这是一个深圳的好楼盘 我曾经去帮他们做过点事情 他姓也到那里去看楼 那是流亡了以后 他姓 他到深圳去看楼 想在那里买楼 他不是走学 他喜欢购物 他买楼 喜欢来香港啊 后来没买 这些地方啊 深圳这些地方到处 他流亡以后也到中国去买楼嘛 这个搞得我们房产也变高了 哎呀你说这么有钱的人 哪待着哪凉快不好嘛 可是 咱们去点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 讲了泰王 子东讲他信 他 没有 我在讲一个民粹领袖 就是农民拥戴的一个腐败的民粹领袖 跟阿皮什这么一个工业精英 这么一个形象 当然这是人家他国内政 咱们不能乱说了 但是刚才讲到 如果有一个人穿了不明身份的衣服 向军队开枪 从后果来讲 他激化了目前的这个政治局势 那谁最获益呢 那很明显就他 在我们以前的讲法 就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 他信 他信 他信不是说还逛什么香港联卡佛吗 对对对 我不禁想起那天文道跟我说 说我们香港人都拜佛 我说拜什么佛 联卡佛 对对 他信原来跑到这里是拜联卡佛的 对我们信了是联卡佛 对对对 这一佛是我常常做 但泰国那佛 玉佛要四面佛 不一样 因为泰国呢 它是个佛教国家 而且泰国的佛教也是有点政治化的 就是他的佛教 因为整个国家都佛教化之后 他必然会出现什么情况 就各种等流的佛教都会有 等流 就比如说有的佛教就很正性 很清修 有的佛教很学术 有的佛教呢 就是在民间 好像变得特别民间习俗化 比如说那边有些高僧会表演啊 烧烧烧烧红了一锅油 整个人站进去 出来没事 真的啊 对的表演这个 然后那锅油 大家拿回去当圣油分了 也有这种 那还有一种是搞政治的 就是特别受恩尊敬的一些 会被泰王撤封为叫僧王 就是僧人中的王者 而有一些大德呢 就连泰王本人去见他的时候 都要向他跪拜的 那所以泰国也有一些出家人啊 他会在某种关键时刻 政治里面 他也会出现出来 他有没有宗教领袖 有啊 就那个僧王嘛 但是也还是在国王之下 很怪 他又不完全是 这就是世俗权利 他的政教分离吗 是分离的 政教分离 但是因为整个国家 奉佛教为国教 所以呢 泰王呢 也要对这个 说是泰国 你到曼谷那儿 他有个景点啊 就是这个泰王普密棚 多少年前 四吨黄金 用那种雷射激光技术 在大山上雕出这个佛来 对 就是光耀四射 所以他们讲啊 泰国这个佛国嘛 二次大战的时候 这儿打仗也就打了一天 他没打 就基本上没打仗 他跟日本合作的 泰国是 是当时整个东南 唯一跟日本合作就打 他没事 你从来没对齐 那儿打仗也就打了 这是华川普 ciamo